hello hello 大家好 師母好 drive 我們呢 在領業有 然後呢 我們呢 抽出幾個 大家非常關心的問題 由師母 親自跟我們分享 可以請師母來念 然後妳可以跟我們分享 妳先請我隨後跟上 欸欸欸 全職喔 還不錯啦 但是妳先請 然後我之後再跟上 有一點就是敬而遠之啦 這種屬靈的事情 不要讓別人講解 對 常要寫屬靈報告 那如果是有關於身心靈的 我們叫做內在生活日誌 可是這幫助我們更健康啊 所以大家不要害怕喔 需要忍受孤獨寂寞 增山嗎 去增山嗎 去增山嗎 事實上我們也蠻愛聚的 然後聚啊 吃啊 玩啊什麼的 不是人做的吧 因為我們不是靠自己 我們是靠神 OK 想像妳這比較辛辣一點喔 全少是多離家園 應該來看一下 打著四應兩堂的傳道人 到目前為止是 有誰吃不飽嗎 苦上加苦 窮上加窮 苦其心智 勞其筋骨 餓其體肤 不開冷氣 兄姐妹們覺得好像我們很熱 沒有啦 但是我自己也是學習很多 就是我懂得節約 是 薪水很少不能準時下班 一生服侍神 對 這就是我們的家 不是什麼上班下班 對 最後一個 被炸開了14小時 待命的7-11 我們待命誰啊 我們待命的都是這些家人啊 無限可能篇 無限可能篇 第一個就是 最強站隊 好 再來一次 神人什麼事都能搞定的 萬事通 我也覺得師母妳萬事通 不是萬事通 我是最不會的 時間管理大師 真的 我覺得我全職通 太多這種的人了 對 最幸福的工作 這是他們寫的喔 假如我再來一次 重新來一次 我還是要全職 哇 我覺得真的太幸福 最後一個 有無限可能 因為這裡是一個 讓人被成全的地方 裡面最好的那個 潛力都被發展出來了 對 所以無限可能 除了剛剛大家 所回覆的以外 我們還有很多弟兄姐妹 對於全職膚式 有不一樣的看法 但是全職膚式 真的跟你所想像的一樣嗎 等一下我們大家 來一起來為您解惑 我們就來一探究竟吧 拜拜 我們拍手給上帝 好不好 讓我們一起說 在這裡你的生命 有無限可能 在這裡你的生命 有無限的可能 弟兄姐妹 讓我們一起打造 蜀天的夢想 教會的全職侍奉團隊 歡迎你的加入 那今年的六月 我們對弟兄姐妹 做了一個問卷調查 其中有一個有關全職的問題 就是你對全職侍奉的印象是什麼 大概有一半以上的人 會回答說 就是比較沒有自己個人的時間 或者是要 家庭時間 或者是要付出很大的代價 那還有一個問題是 如果上帝感動你全職 那麼你的回應是什麼 那有許多弟兄姐妹 有這樣的回答 就是會覺得沒有錢 或者是跟家人的時間變少 那其中還有很誇張的是說 這不會是真的吧 難道我得了幻想症 所以為了破除這些謊言跟迷思 所以教會特地設立了 事實查核中心 我們邀請了三位我們全職的家人 今天來到這裡現身說法 他們要為我們解開真相 我們熱烈掌聲歡迎他們 思雲區長還有 陳明區長還有 淡水福音中心的鄭宇區長 那首先我要請問一下陳明了 你過去是一個職場精英 你怎麼會掌握到這樣好的機會 加入全職侍奉團隊呢 是這樣的 我2011年的時候 那時候我從 我回來之後進外商公司工作 我面臨了一個選擇 就是說我是要繼續在我的專業裡頭發展 還是要念門訓學院 那那個時候呢 我就用劉牧師常常教導我們的 雅比斯的禱告 求神擴張我的境界 那神很神奇的 祂帶領我讀門訓受裝備 從培育班到外展到現在的幸福小組 那我也一路從平信徒 然後到小組長到後來被成全為區長 那我都待在這個教會 神使我在這個教會豐富 甚至我結婚生子也在這裡 那神既然使我領受這樣如此豐富的人生 那我覺得我應該要回應祂的呼召 把這樣的祝福也帶給在座的每一個人 是 那鄭宇區長 你在還沒有全職事奉以前 就已經是教會的小組長區長了 已經牧養神的羊一段時間 那全職跟待職事奉有什麼差別呢 那其實我覺得不論是帶職或者是全職 牧養都不容易 不過我記得我在全職後的第一個主日 是師母講道 他講的是以為紀念 用瑪莉亞打破香港的侍奉 帶出三個侍奉 全職就是盡所能的侍奉 是把握機會的侍奉 我也可以等十多年後退休 或者是等優退 或者是等我的孩子長大 再來全職 那可是機會可能稍重即逝 那我們不做就失去位分 神會興起別人來代替我們 那這個信息好像就是回應我的選擇 這個打破香膏的侍奉真的太美了 這篇師母的信息太有價值 那但是香膏不是只是香一下 還要落地 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你全職的一天都在做什麼 讓我們更有畫面一點 好 我想全職牧養的一天是很充實的 特別是我們在分點 那早晨我來到福音中心開門 那上午我們會歡迎好錯邊的長者 那下午會歡迎陪圖班的孩子 到我們當中來 那陪圖班的孩子 我會自己煮點心給他們吃 像是煮綠豆湯 煮法式吐司 他們都還蠻歡迎的 當他們刻意有問題的時候 就為他們解答 那白天的時候有時候會去小組 那也會做一些探訪 甚至去拜訪周圍的里長 那也會打電話關懷弟兄姊妹 跟新人等等 那在 我講到當然這不是每天 我想到牧師他都說 他每天要帶六個便當 那感謝主我們有好錯邊 我只要帶四個便當 因為中午可以跟他們一起用餐 那最後晚上再關上福音中心的門回家 這就是大概我們一天的日常 我只要帶四個便當 我也是六個 但是劉牧師師母是兩個人吃三餐吃六個 我是一個人一餐吃六個 怎麼樣 全職真的太豐富了 所以你想要又健康又豐富 加入全職事奉就對了 那我也想請問思雲 妳這麼年輕 就進入全職事奉 全職是替妳帶來什麼樣的提升擴張呢 我覺得最大的差別就是在時間 以前我在醫院工作的時候 其實我沒有辦法常常很即時的回復 每一個姐妹的需要 但是其實在牧羊當中有一些的溝通 是需要比較即時的回復跟協調的 但是當我全職後 我更能投入在每一個關係當中 那上帝也幫助我這三年被擴張 開始帶領媽媽小組 那現在小區有七成的人都是媽媽 感謝神透過上帝讓我看見這些媽媽們 和姐妹在上帝手中猶如珍寶一樣珍貴 那我非常的感恩可以參與 在每個姐妹的生命當中 也感恩神透過全職的牧羊 開拓我對牧羊的認識 哇 全職帶來這麼大的擴張提升 但是我相信也是會有很多的掙扎 陳平我記得妳在全職的時候 就是妳生第一個孩子的時候 跟我們分享一下妳經歷了什麼好嗎 好 感謝主 全職前我跟神求了印證 就是我們夫妻相當需要在財務上 經歷她的祝福 那我是這樣的 我的父母親 我的岳父岳母 都70歲高齡了 我還有一個2歲多的孩子 所以我必須相當謹慎在財務上 我才能夠平衡我的開銷 那神的意念高過我的意念 她讓我帶著衛商公司10年的資遣費 加入全職的行列 那對我而言呢 成為金錢的好管家 這是我持續在學習的功課 那如今呢還在過程當中 因為真的很不容易 那坦白講在對一個信主前 差點成為卡奴的人 我很難跟大家在這裡分享 我如今有多厲害的理財頭腦 那唯一的秘訣就是我倚靠神 那神的意念 祂不僅恩典夠我用的 甚至在許多的時候 都可以使我成為祝福 那孩子呢從出生 政府就增加了育兒的新貼 那孩子6個月的時候 我們要找托嬰 那本來只是排到那個 厚埔的什麼公立小家園跟托兒所 那後來都不約兒童的通知我們 那最近呢在借靈這個幼稚園抽籤的時候 很幸運的我又抽到教會附近的這個幼兒園 所以服侍神的人 這些都是神給我豐盛的印記 所以我覺得服侍神的人 就是走入豐盛人生的旅程了 阿妹 我們拍手給上帝 全職真的第一手經歷上帝豐盛的恩典 那鄭宇哥 我知道你在全職以前 你有一個人人稱獻的工作 錢多事少離家境 那你全職你有掙扎嗎 當然有掙扎 那我原本在科學園區的上市公司 擔任正工人士 那十多年工作穩定 而且我的年薪在台灣受雇員工的薪資 超過百分之九十的人 所以這個CP值我覺得非常高 當我想要回應呼召的時候 不管是未來 時間 金錢 都是我考量的問題跟掙扎 好像是神國跟世界的拔河 那2017年我太太就已經離職服侍神了 那我就是家中唯一的經濟來源 那我的兩個孩子都還在就學的階段 那我作為父親的我還要繼續父親 那我就跟妻子禱告尋求神 當我開口說要全職的時候 我的家族當中沒有人是反對的 所以我們禱告之後 我就去跟我未信主的岳父母 還有妻子的姐姐們 還有我的妹妹 我跟他們開口說這件事 沒想到最擔心不能過關的岳父母 居然一個不知都沒有說 他們只說只要你們想好計劃好就好 那其實神也透過師母的信息 正確決定成就人生來對我說話 讓我心裡可以更加的堅定 就是我根據什麼做決定 我聽從誰的意見做決定 我在什麼情況下做決定 我以誰的心意做決定 那在靈修當中我也聽到神對我說 我的擔子不是難擔的 因為這個工作如果是主要做的 就會成就 神只是要找願意的人 神就這樣帶領我 我就勇敢離開職場 我在2020年進入教會全職服侍 我還記得孩子曾經問我說 我全職之後 我們還可以去美式大麥草嗎 那我就用天父給我這個爸爸的位分 拍胸部跟他說當然可以 哇 我們拍手給上帝 全職不只可以繼續去美式好某多大麥場 還有歐式日式韓式 上帝國度所有的大麥場任你想用 因為上帝第一手賜恩給服侍他的人 全職也是第一手經歷上帝恩典的人 那今天正宇在這邊跟我們做見證 他把握了這個進入神國度侍奉的門 今天我們也預備了一個驚喜的影片要給正宇 那我們一起拍手歡迎 正宇自從你進教會全職服侍 就覺得有好多事情可以跟你分享 我好喜歡這樣的感覺 因為你的喜怒哀樂 我都可以參與在其中 過去你的工作不用跟人有太多的接觸 但是如今你卻掛念著每一位弟兄和姐妹 當他們有狀況的時候 你心裡就會覺得很難受 當他們很愛神的時候 你就會為他們覺得很開心 看到你在服侍神的裡面 你更愛人了 在教會的服侍 你的生命也不斷的被擴張 你要學習帶團隊 你要學習編預算 你要學習規劃 你的領域不斷的被提升 你會覺得有時候你會說 為什麼上帝要找你做這些事情 上帝應該要找一些 就是比較厲害的人啊 口才比較好的人來做 應該會比較適合 但是上帝要找的是願意的人 而不是很厲害的人 你就是那一位願意的人 就是你在這個教會的服侍 忠心的服侍 就成為我跟小孩一個很好的榜樣 那我很開心你回應神的呼召 進到教會來全職服侍 我相信你的人生下半場 在神的裡面 將會精彩舞弊 拍手給上帝 他們的夫妻關係 因為全職事奉更加的親密了 而且他們兩位 還是我們家庭施工的重要同工 他們也祝福了許許多多的夫妻 那最後我想請三位 對我們現場 還有我們線上許多的家人 我相信有許多人 渴望一起來打造屬天的夢想 進入全職的團隊 我們可以對他們說一些鼓勵的話 請思芸 全職當中有太多的豐盛 那我覺得第一個就是剛剛師母影片當中 提到的內在生活日誌 透過血內在生活日誌 我更容易的覺察我內心的掙扎 那我也更少了這些反覆內耗的過程 看見上帝先清理我許多錯誤的信念價值 其實完美主義的反應就是自我和驕傲的心 那上帝幫助我慢慢的放下這些自我 更多的願意被神修剪 因為其實我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那再來就是上帝幫助我看見在他裡面有無限的可能 過去我不習慣這樣子在舞台上面的分享 我也不喜歡當領袖 我只喜歡做默默付出的事 但是現在我可以做線上營會的主持人 那我也學習負責新人歡迎會的義工團隊學習管理 那我也從青年的牧養區長成為成人的區長 感謝神幫助我不斷地突破自己的限制 我們拍手謝謝詩雲 再歡迎鄭宇 選擇全職我想是一種價值觀的改變 從屬地的變成屬天的 那以前找工作都是為了更好的收入 更高的職位CP值越高越好 所以錢多事少離家境就成了標準 那但是我選擇全職的決定 卻是變成以我父的事為念 劉牧師說做一個讓爸爸高興的人 所以第一個得著我想是可以讓天父高興 那第二個我學習透過禱告更多倚靠神 在營區營會中我擔任這個代導的主持 可以跟各幕區最優秀的同工一起服侍 一起為營會代導 那也在2022的年初我被拆拍到淡水開始服侍 神透過行人牧師幫助我來帶領團隊 那我學習從依賴到更多的獨立 那也為神做大夢做大事 不只在淡水我們還想要往北海岸去 那可以得著更多的族群 感謝主 拍手謝謝鄭宇 最後歡迎陳明 好 全職就是期待看見並經歷他的作為 我分享一個見證 就是有一天下午我一個童工打電話給我 說他妻子憂鬱症發作 正在撞牆巡視 那他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他好不容易找到機會打電話給我 其實坦白講 當下接到他的電話 我的心也是涼的 我只能夠邊聽他說邊禱告 忽然有個意念進來 就是彼得說金跟銀我都沒有 但我奉拿薩勒人耶穌的名 命令你起來行走 我就緊緊抓住這個意念 然後說也奇妙 當我們一起來禱告敬拜讚美神的時候 我們彼此輪流大聲的讚美神七字之後 忽然有一個很深的平安進到我們的裡面 我們就結束了通話 後來童工跟我說 他回到家之後 他的太太睡著了 那甚至到晚上他太太醒來的時候 就好像沒事的人一樣 家裡也沒有任何的狀況 甚至對他溫柔婉約 其實這樣的過程在全職的當中 其實我們常常經歷 這也是為什麼這些全職傳道人 甚至是全職的同工 常常喜樂的原因 所以你也渴望擁有非凡的人生嗎 鼓勵你現在就開始預備你自己 一起加入這非凡人生的行列吧 阿妹我們拍手 謝謝他們這麼美好的分享 所以弟兄姊妹 全職不是又累又苦又窮 是又豐富又蒙福又喜樂 這樣的夢幻團隊 人人都要進來卡位的 此時不做更待何時呢 所以我們的家渴望你加入 我們的夏凱娜靈良堂 在去年八月現堂 外面的建築好了 但是裡面服侍的祭司 跟立位人在哪裡呢 神的家有讓你無可想像的 許多全職的崗位等待你來參與 讓我們在一起拍手 歡迎這個影片 謝謝 這個家比你想像的更大 從兒童到華冠 從歲手到年中 關懷陪伴人的牧養團隊 學習耶穌的心腸 站在第一線牧養神的小羊 更有一群人獻上專業 從拍片到寫城市 從文書行政到大樓管理 在各自領域支持神給教會的意向 教會也藉著不同社福工作 將上帝的愛帶往社會 每個需要的地方 這個家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更有著無限可能的盼望 因著你補上這些不足的地方 神的家就有無限可能的盼望 我們拍手給上帝 好不好 讓我們一起說 神的家比你想像的更大 神的家比你想像的更大 Amen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 三位非常特別的童工 他們可以說是現代的立位人 他們在一些特別的領域 來服侍神 全職侍奉 等一下會請他們一一介紹 他們服侍的領域 先請千里哥 謝謝牧師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我叫千里 目前負責的是教會的協談中心 一個很重要的任務 是讓我們六樓的諮商空間 立案成為合格的諮商中心 平常會跟一群我們教母協談的老師們 在做個別協談 夫妻協談 還有團體輔導課程 我們也開協談義工訓練 這樣的系列課程 另外在門訓也參與情緒的課程 謝謝 謝謝千里 然後我們再請婕宇 大家好 我是婕宇 我在中央管理部寫程式 那我負責的方面主要有兩個 第一個是維護跟開發大家所使用的2.0 APP 那這個APP這週更新了 所以大家會後也可以趕快去下載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製作福音信的網頁 包括祝福巴達通 新春萌福簽 或是前陣子LoveGPT的轉盤 我都有參與程式的部分 謝謝 最後請Mark 大家好 我是Mark 我在創意媒體部擔任文案 及行銷企劃的角色 那我負責的內容包含每週的週報 News 還有教會節慶的活動規劃以及宣傳 另外還有教會YouTube頻道的經營 也是我服侍的內容 謝謝 拍手歡迎他們三位 我首先想請問Mark 你以前是在廣告公司上班 這一個應該是年輕人非常稱憲的工作 你怎麼會來全職 教會的全職侍奉 有你可以發揮的空間嗎 其實我從小就有一個心智就是 我總有一天一定會全職侍奉神 我常常在想 這麼好的上帝為什麼會沒有人 為什麼會有人不想要信 所以呢在大學選擇科系的時候 我就選擇讀廣告系 因為我想要學習說故事的方法 把耶穌做在我身上的故事 說給更多的人聽 就這樣讀了大學四年 然後也進到廣告公司上班 在我第一份工作面臨轉換的時候 我就收到了教會全職的邀請 說真的那個時候我是蠻掙扎的 因為其實我對全職的 藍圖是我應該要在職場有一些磨練之後 我才有能力進到教會來幫助教會 所以我就跟上帝禱告說 如果這是你的心意的話 那就求你在即將到來的居三營 用超級清楚的方式對我說話 就這樣在居三營的第一堂課 劉牧師就突然對著台下大聲急呼說 耶穌今天要對在場的一個人說 你來跟從我 我讓你從賺35K到得著神的國 我當下就知道這是上帝在跟我說話 因為就在居三營的前兩天 我才拿到另外一間廣告公司 就這樣子在2021年我就進到教會全職 那回答牧師剛剛的問題 其實對於一個廣告人來說 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可以為著他所喜愛的品牌打廣告 那如今在教會全職的我 能夠為著我最喜歡的耶穌打廣告 就是最幸福的事 Amen 拍手給上帝太棒了 為耶穌打廣告 比做任何事都有價值 婕宇 我知道你是清大的高材生 你的專長的領域是AI跟5G 你的同學應該都是畢業以後就往科技業飛奔 你是怎麼樣會有這樣與眾不同的看見 你是看到了什麼樣不一樣的價值跟未來 而參與在全職服飾呢 好 其實我在全職之前 有一次去參觀我朋友在內湖科學園區的辦公室 看到他的辦公室我也覺得很羨慕 然後聽說他的薪水也很不錯 那個時候我就在想說 或許我也有能力進到這個公司啊 或是這樣子的公司啊 我在大學的時候也拿過書卷獎啊 那我的同學的薪水都這麼好 我是不是應該也有能力 我應該要來嘗試一下 可是冷靜下來 我仔細一想 我就想起工作要在我生命中佔這麼長的時間 那我對工作的期待到底是什麼 是要賺很多的錢嗎 還是是要用來證明我自己的能力嗎 於是我就想起 國中的時候我剛來教會 我經歷到神的愛的時候 我覺得上帝的愛真的是無以回報 那個時候我就跟自己說 如果可以的話 我希望我可以用我所有的時間 跟生命來回應神的愛 來服侍他 然後我又想到大二的時候 我有問神說 為什麼會帶領我念通訊工程系呢 還有如果我要全時間服侍你的話 我一定要放下我的專業嗎 後來神回應了我的禱告 他呼召我為他成為一名工程師 在科技上面發揮影響力 這就是我回應全職呼召的原因 我們再拍手給上帝 做神國度的工程師 比做台某店的工程師更有影響力 Amen嗎 Amen 那千里哥 我知道你是諮商師 而且你是諮商師中的諮商師 你是諮商師的老師 那你服侍過的個案不計其數 但是我聽說 在你進到教會全職以後 你碰到的狀況 讓你大開眼界 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到底經歷了什麼事 是 謝謝施政牧師 其實讓我覺得最驚艷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全職同工的這個管理的方式 那我是學心理的 第一次看到這種 用剖析自我內在的一種方式 來作為管理的方式 那施某用內在生活日誌 要我們寫在這上中 包括我們自己的軟弱 包括我們自己的掙扎等等 然後我們好好的去尋求神的一個啟示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深刻 然後也非常真實 面對自己也面對神 一個非常寶貴的方法 那第二點是 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跟我一樣 在全職之前會聽到 好像教會會有一些的規條要去遵守 那我也發現說 我們在我們的這個KPI 就是工作指標的當中 我們有記錄說 你今天做了多少的讀經禱告 你的睡眠時間如何 運動時間如何 那執行一段時間之後 我發現我的健康檢查的指標 都在一個正常的範圍當中 這個時候我覺得我感受到的 其實不是被管 反而是一種更多的被照顧跟被愛的感覺 第二個讓我覺得很驚豔的 就是我在協談的工作上面 我發現在教會當中 我們如果弟兄姐妹 願意更多去依靠聖靈的時候 我們給他一些的方法 他好像就可以有很強的進步 很明顯的進步 比方說一對在婚姻當中 濒临破裂關係的這樣的夫妻 姐妹本來是說話很犀利的 他卻可以變得很溫柔 變得可以去尊容他的先生 那弟兄感覺到很被動 很消極 然後他卻可以變得 在整個家族當中 主動的幫他的姐妹 做一個捍衛護衛的工作 然後主動的說 我為你按摩 我為你安排 驚心時刻等等 這些都是我覺得非常驚訝 非常驚豔 而且很感動聖靈無比的工作 我們給聖靈一個掌聲 專業能力在聖靈的同在裡面 就可以帶下無限可能的功效 那最後我也想請三位 可以跟我們的弟兄姐妹家人 有一些分享 我知道我們中間有一些人 現在心跳得很厲害 很渴望進到全職事奉的行列裡面 可以說一些鼓勵他們的話嗎 請Mark 我覺得全職真的很好 我在全職最大的收穫 就是我的生命被摩索 以前在工作場合 再正常不過的抱怨發牢騷 指責別人 在這邊都會被主管叫到一旁與神對齊 一開始我都會覺得說 這有這麼嚴重嗎 但慢慢的我發現我改變了 我開始會更加的敏銳 我的心態有沒有討神的喜悅 我說的話有沒有成全別人 這個團隊有沒有因為我的存在 而變得更加的合一 我也因此活得更像耶穌 而第二個收穫就是 我可以站在神跡的第一線 以前就算知道上帝很厲害 但那也是教會的事是牧師的事 但是身為全職同工 我們一起站在神跡的第一線 多少次看著降雨機率 從100%到50%到活動當天沒有下雨 然後本來不知道在哪裡的聖誕佈置 到活動當天堆滿整個教會 這些都是我們一起經歷的事情 而這些也都成為我認識上帝的大能 以及信實最好的養分 感謝主 Amen 謝謝 Mark 我們再歡迎婕宇 好 我想跟大家分享幾個收穫 第一個是我發現我的專業能力提升了 過去我在學校的時候 只學過兩種城市語言 但進來到這份工作 需要用到另外三四種 所以我就透過網路 透過請教厲害的義工跟他們學習 真的沒有一天覺得自己的專業停滯在原地 那也很感謝神 總是會私下對著資源 讓我可以去解決當下碰到的問題 那第二個收穫就是我看到神一步一步實現 祂對我的呼召 看到弟兄姊妹使用APP2.0的時候 我就知道神讓我在大家的小動作上面有影響力 或者看到大家用祝福巴打通 然後用新春蒙福簽去傳福音的時候 我也就覺得我好像在當中有份 就覺得非常感謝神 拍手謝謝婕宇 最後請千里哥 好 謝謝 我覺得我覺得最大的收穫是對焦神 而不看旁邊別人的眼光 我記得我剛來的時候覺得我身邊 全部都是屈幕 屈幕都 他們很會禱告 一禱告就有意象 一禱告就有數字 我覺得我實在是跟不上 但是透過牧師師母的鼓勵跟教導 我覺得我更多對焦在神的面前的時候 我發現我自己對我自己的工作也能夠更專注 然後對自己的未來的意象其實是更清楚的 跟神的關係也變得更好 那第二點是我曾經也覺得很擔心 星期六要上班 這樣的一個過程會不會影響到我跟家人的生活 但是我發現星期三放假的時間 我可以跟我的母親在避開人潮的這個狀況當中 可以帶她去更多她想要去的地方 那最後我覺得 對 然後跟我女兒跟老婆的這個關係當中 我發現我們其實可以精緻地運用這個 精心時刻在星期前的過程 那我們的關係其實也是可以非常地密切的 那總之我覺得在全職 經歷到的是很豐盛的 然後經歷到的是輕盛 那我覺得我是被祝福被成全的那一位 哇 我們熱烈掌聲謝謝他們的分享 他們看起來好像撇下 但是卻有最豐富的得著 因為耶和華是他們的產業 弟兄姐妹今天上帝也在呼召一群現代的立位人 現障專業為神實用 一起來建造神的國神的家 那我們最後一起來拍手歡迎這個影片 全職是預備受苦為主奮不顧身嗎 說真的 剛開始的我也是抱持著這樣的決心 回應了耶穌的呼召 但誰知 在這裡我們看見一個個孩子出生 一起開心地長大 我從來沒有看過這麼高的生育率 他們沒有缺乏 他們敢生敢養 因為耶穌親自供應他們 群組裡常常看見同工家人信主的訊息 原來全職服侍也能在家裡成為見證 在這裡有一群真心的夥伴 一起服侍 一起禱告 互相扶持 在這裡有人在意你的健康 在意你的屬靈生命 更願意成全你 成為領袖 原本預備受苦的我們 卻都走在滿意的恩典與祝福裡 原來神從不虧待祂的仆人 上帝總是將最好的那一份 賜給他所拣選的 好 我們再次的拍手 謝謝我們同工這麼的分享 其實聽完他們的分享 看到他們最大的感恩 最大的感動的就是我 其實看到這個教會 我們今天能夠如此 每一個禮拜我們有多少的事情 每個禮拜天我們有這麼好的聚會 都是因為有這一群同工 他們的尾聲付出的拜善 而能我身為他們的牧者 他們的牧師帶領這個團隊 一起來侍奉上帝 帶領這個教會 我充滿的感恩 好不好 弟兄姊妹 再次的拍手 我們謝謝我們這杯 為神父師的同工 那今天呢 在這段一段時間裡面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個 神經裡面很特別的 一段的對話 一段的對話 就是彼得問了耶穌一個問題 問了一個問題 彼得就對耶穌說 看啊 我們已經撇下所有的跟從你 將來我們要得什麼呢 這裡有一個很特別的問題 彼得說是的 我們出撇下了 但是重點是 那我們要得什麼呢 其實這個問題就是 問說我們值不值得 我們付出了這麼大 那我們到底這樣的做 值得嗎 那剛才我們的六位同工 在這裡分享 從一個角度來講 他們也是某一種程度的撇下 即使在這撇下的裡面 在那裡面也是有一個問題 我這樣的做 值得嗎 那弟兄姊妹或許當中有一些人 有一天你也會要全職 或許你也會問我撇下 像我們剛才很多的 弟兄姊妹講到 他的工作是錢多是少 離家近啊 他的工作在一個 那麼好的環境的裡面 他的薪資都已經達到百分之九十 也超過百分之九十 上面的人 為什麼他要這樣的 他這樣的付出 值得嗎 到底我們要得什麼呢 這裡是問一個值不值得的問題 那很有意思的楊希露 我就記得他說過這麼一句話 他說沒有付不起的代價 只有看不見的價值 我第一次聽到這句話的時候 我其實轉不過來 那麼仔細的看看 他講的真的是對 是不是 這裡的意思就是說 不是代價的問題 而是價值的問題 有沒有看到價值的問題 我舉個例子來講 三千萬多不多 三千萬多不多 我們夏凱納的人都很有錢 三千萬好像不怎麼樣子 三千萬多嗎 多 三千萬真的很多 但是如果說 我們隔壁西華富邦 頂樓兩百坪 那一棟的房子豪宅 要賣你三千萬貴不貴 你要不要 要不要 要當然要 而且你拿到 你會覺得怎麼樣 賺到了 賺死了 我相信如果公開這個訊息 會有幾十萬人排隊 會抽籤 如果抽到他會 啊 是不是 因為三千萬買兩百坪 在這裡 賺死了 我相信這就是我 和我們剛才六位的心情一樣 我們會覺得我們賺到了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希望我們人生有最大的收獲 最高的價值 是不是 其實不管是誰 你也很努力 我相信每一位你都很努力 可是你付出這麼多你在想什麼呢 你努力追求什麼呢 你相信你也希望你付出的 有人可能說我是為我的家庭 為我的孩子或為了什麼什麼 但是無論如何 你做什麼都你在付出的時候 你都有想到一個事情 我這樣做值得嗎 我們都希望我們這一生所付出的 能夠有最大的收獲最高的價值 所以彼得問了這個問題 我這樣值得嗎 然後耶穌接下來 耶穌回答 耶穌說他要給我們的人生就是 最大收獲最高價值的人生 而且只有耶穌能夠給 我們看耶穌怎麼回答 耶穌說我實在告訴你們 人為神的國撇下 這裡有一個撇下 上帝說為神的國撇下 等等等等這些 三十節我們一起來讀請 沒有在今世不得百倍 在來世不得永生 耶穌的回答值不值得 耶穌說給我們 回答問題不可思議 給我們一個雙重的得著 今世跟來世 而且也只有耶穌能夠 給我們這樣的得著 那首先我們看到 這裡耶穌說有兩種 一個是今世 那今世 他說今世要得百倍 那這個得百倍的意思是什麼呢 怎麼樣叫做得百倍呢 其實聖經這樣的例子多得很 那有一個最典型的例子 就是亞伯拉罕 這裡說到耶穌說 你既醒了這事 不留下你什麼的兒子 獨生的兒子 然後不留下就是把他這個兒子給神 對不對 請問亞伯拉罕給神的幾個兒子 給他幾個 獨生子給他幾個 一個嘛 感謝主很清楚啊 就只亞伯拉罕只給了一個 是不是 給一個 亞伯拉罕把他一個撇下了一個 給了上帝一個 我們看上帝還他幾個 這裡上帝說 我必叫你的子孫什麼 多起來 多到多少 天上的心海邊的沙 而且上帝還付出怎麼樣的子孫 子孫多有時候 多煩惱而已 對不對 有時候子孫 兒子 有時候你孩子會讓你仇死 煩死 有一些啃老族 會把你枕死你弄死你 是不是 這樣的孩子多有有沒有用 沒用更煩惱而已 上帝說我不會 我不但給你向天上海星 而且你的子孫會怎麼樣 得著仇點好不好 太好 這是每個父母的夢寐以求 你花那麼大的心思 你送他去學這個 學那個投資他在他身上最多 等到他交男朋友女朋友之後 你又仇得要死 沒男朋友也擔心 有了男朋友怎麼樣 更擔心 有工作很好 沒工作很擔心 有了工作好工作嗎 還是很 你真的不知道 我告訴你 我剛才目前的 兒女是每一個父母最大的愁苦 多少孩子傷父母的心 傷父母的心 但是神這裡給亚伯拉罕的 不但是一個 神還他的是天上的心海邊的沙 而且給他這是一個強盛的子孫 弟兄姊妹 這只有上帝能夠給 所以我們看到 亞伯拉罕很清楚的 他得百倍 得百倍 那下一個 很抱歉 又要給你看這個人 那為什麼要說他呢 不是因為講亞伯拉罕 你們會覺得 那是聖經的神話故事嗎 對不對 你可以講亞伯拉罕 但今天牧師 就站在你們眼前 而且我每一天都在這裡 幾十年的就在這裡 多少人 你清清楚楚的看著我 我在這裡大家 快要三十年了 所以我這是一個很清楚的案例 不是聖經那個神話故事 我就是站在大家當中的 其實我就是一個例子 一個得百倍 為主撇下 而上帝還我的是百倍的人神 說真的 每一次我跟師母一起祷告 我們都是流淚 真的不但流淚 我們是哽咽 我們是哭泣 因為實在感覺到 像我這樣的人 能夠有今天 太大的恩典 所有一切都是不配有的 我的感受只有一件事情 我是所有的一切都是不配有的 一個像我這樣 連高中都讀不畢業的流淚生 那今天我能夠 第一個在我的家庭 神給我這麼好的妻子 這麼甜美的婚姻 弟兄姊妹你要知道 聖經說房屋錢財是主中遺留的 但是賢慧的妻子是 耶和華所賜的 賢慧的妻子只有上帝能夠給你 那我能夠有師母 這是我大賺啊 真的 所以我弟兄姊妹 百倍的賞識裡面 我要告訴你 第一個就是家庭 就是家庭 你的婚姻你的孩子 而這兩樣呢 是再多錢再大權勢 你也做不來的 這不是人能跟我做的 這兩樣婚姻 而這是我們人的幸福裡面 最重要的核心要素 家庭的幸福 我們的孩子好 是我們一個人感覺到有價值成功 人生裡面幸福 最重要的核心要素 你外面再大的成功 家庭不幸福 婚姻破裂 你也不會覺得你成功 有多少成功的企業家 他的兒子跟他是不講話的 他回到家裡面 只是一坑冷冰冰的 這個不用 所以你知道百倍的賜福 第一個上帝就是給你一個幸福美好的婚姻 給你強盛好的下一代兒女子孫 這是只有上帝能夠善 我感謝主 在我身上像我這樣的人 當年師母交往的時候 她同學都說不要跟她交往 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上 不值得 感謝主啊 上帝就要讓這朵鮮花插在牛糞上 有什麼辦法呢 因為上帝要赐福我 所以這是第一 那麼不但只有你的家庭 我這麼好的服飾 說真的 單單我能夠站在這個講台 我就是幾大門天 我生日每次站 我都覺得我不配 從我的姿子 我的背景 我什麼資格能夠站在這個講台上面 我們有這麼好的團隊 你今天可以看到每一個都比牧師優秀 光光今天的主持人聖聖牧師 他就是台大畢業的 以前我在讀東吳的時候 看到台大的都很討厭 他們連去參加酒席 都要參加校服台灣大學 我從來都不穿校服的 但是當年就呼召 他在大學裡面任教 他就願意到教會來 你知道剛剛說 他做我們跟師母的祕書 剛剛來的時候教會沒那麼忙 沒事做 你知道聖聖做什麼 沒事啊 就給師母擦那個小娃娃 師母很喜歡那個小娃娃 那個灰塵就膽的灰塵 然後就做我 替我整理資料 我剪下來 簡報 他幫我整理一下 所以我有一些 收集的那個簡報資料 上面還有聖聖的筆跡寫 這是什麼 這是聖結類 這是四縫類 還有聖聖 這就是這樣 今天看到的每一位 都是比我優秀的 結於是清大的高材生 我是誰 我怎麼能夠有這麼大 每次進到辦公室 像這樣 差不多百人的團隊 每一個都這樣的尾聲 這樣的付出 無怨無悔 所以我主啊 我是誰怎麼配得 有這樣的一個團隊 還有這麼好的教會 他竟在這裡 我說真的 我只有感恩 流下眼淚 上帝啊 你說賞給我的 遠遠的超過我配得的 反正有多的 都是多的 我只有感恩 還有這麼有影響力的事工 我們每一個禮拜的影音的產出 包含心靈蜜豆奶 都已經傳到世界很多的地方去了 昨天會以牧師 因為他的兒子在門諾醫院當醫生 有時候他們會去門諾醫院 他跟我講說 哇 牧師 每一天門諾醫院 每一天7點50 就在全院播放心靈蜜豆奶 我嚇得我 今天後來我們的創媒同工跟我交證 不是一天一次 是一天三次全院播放心靈蜜豆奶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劉群茂 不是要白走 你知道嗎 我是誰 我的感覺是我是誰啊 人家為什麼要聽有什麼值得 真的 我真的覺得我是誰 我講過到了澳洲一個小的城市 一個媽媽帶著她的孩子來 有一個好漂亮的水果籃 不是那種那個我們這邊 是真的那個是當地最好的那個蔬菜 它弄得好美喔 太漂亮 一定要看到我們好高興好高興 我也是想說 主啊 我是誰啊 為什麼人家看到我要很高興呢 我有什麼值得讓人高興的呢 但是她每一天帶著孩子 在那個偏遠的地方 每一天帶著她的孩子 挺心靈蜜豆奶 你知道我都覺得我是不配的 我怎麼能夠有這樣的事呢 我們整個教會的拓殖事故 從以色列 別南尼泊爾 我們很快要進到非洲 我一輩子有沒有想過 有一天我們都會在非洲建立新的分堂 我再次講我是誰啊 我怎麼能夠覺得 在生活上 上帝也真是給我百倍的賞賜 無盡的豐富啊 有一個姐妹 有一天在打電話給師母 這位姐妹不是我們教會的姐妹 是在我們因為某一個原因的裡面 一個場合裡面 那就這樣子認識的 所以之前我其實只有師母見過她 我沒有見過她 我根本就沒見過這位姐妹 那之前我們也有 其實我沒有見過 我當然跟她也沒說過話 她不曉得為什麼知道 我們要去以色列 那可能我們的網上面有講 我們這不是今年十一月 我們就會有一對到以色列去嗎 她就問我說我跟師母是不是也要去 然後師母就說我們要去 你知道嗎 她做了一件事 她堅持要讓我跟師母做商務場 找一找 我當然說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這次陌生人不熟 她一定要給我們 她把她的里程轉給我們 但是你知道轉里程 如果是比較大的 這邊有華航長榮 比較容易轉 但是我們這次大的是國泰 所以比較少人搭 所以她為了要轉這個很費事 把握了好大的勁 然後轉到我們的商務場 雖然我真的不好意思 可是人家就定意要做 說真的這件事情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第一個我自己 我怎麼可能會去買一個 十幾萬的這個商務艙呢 那就算我要請大家來支持一下 麻煩抖內一張機票 我最多請你抖內商 經濟艙已經了不起了 我怎麼敢講說請你抖內商務艙 這個牧師怎麼搞的 說真的 可是上帝刻意定意 你就是要讓我做商務艙 人家費那麼大的勁 沒幹嘛 只有一件事情 要讓牧師師母搭商務艙到以色列 上帝就是要給你這樣 你不要安裝 我告訴你這樣的事 在我們全職裡面太多了 因為萬物都是上帝的神 可以調動萬有你知道嗎 我不會去買那十幾萬 但是上帝說我就是要給你做商務艙 我就是要給你神有的是支援 神可以調動萬有 連一個不是我們教會 我根本不熟悉的一個人 他就是要讓你去 我們的弟兄的分享 上帝可以用各樣的方法 你知道嗎 所以說傳道人有一個很大的恩典 能夠經歷超然不可思議的供應 不管是透過什麼 我們成名講可能政府的 可能一個抽籤公立的幼稚園 這都是神調動萬有在安排預備 所以傳道人是極大的豐盛在主的裡面 所以感謝主牧師 亞伯拉罕得百倍 牧師今天站在你們帳中也告訴你 因為神百倍 主說了百倍就是百倍 我再講一面 我們耶穌說百倍就是百倍 雖然每一個人的百倍都不一樣 但是主說了百倍 就一定是百倍 所以聽好了 你如果跟隨主 你如果跟隨主願意撇下 你就可以期待你百倍的賞賜 跟百倍跟百倍的人生 而我可以告訴你 你可以放棄 上帝不會背負自己 講難聽一點 你我沒那麼了不起 要讓上帝因你而失信 你我沒那麼了不起 聖經說了他的信實達到窮藏 你我沒那麼了不起 讓上帝來背信 失信 所以我感謝主弟兄姊妹 神說了百倍 我們就可以等待著百倍來領導 在我們生命的裡面 而不但是今世 還有一個更偉大的得著 叫做來世 說真的這個才是 耶穌真要給我們的 這才是耶穌真正的 要給我們的場次 說真的這個地上的一切 我們都知道都會過去是不是 再多有一天都要結束 而神要給我們的是 那一個真正不會失落 不會結束的 不會少的 而來世 這裡也說 主人說好 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不能 你在不多的世上有忠心 我要把許多的事派你管理 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 天空姊妹這些聖經牧師常講 你知道這些就是我一生最大的動力 最大的力量 你知道牧會這個過程 有多少的眼淚多少挫折 多少的傷害失敗 但是每一次我只要想到這一點 這些都算不了什麼了 這些一天吃六個便當算得了什麼呢 這一點的付出算得了什麼 我當初有五年住在館底那個舊的宿舍 那個眷村都是發霉的房子 住了五年又怎麼樣呢 算得了什麼 沒想到這一個主人的快樂 你知道嗎 這幅圖畫 就是我一生最大的渴望 只要有這幅圖畫 我什麼都可以放下 那一天我的主要抱著我 說我的孩子我的仆人 你這有忠心有良善的仆人 我就感謝主 就算晚上十點下著大雨還是探訪 那又算得了什麼呢 你知道嗎 主說你可以進來享受你 主人的什麼快樂 你知道主人的快樂有多快樂啊 主人的快樂 耶穌的快樂有多快樂 哇 無可想像 太大的想像的空間了 主人的快樂 主啊 我說那是有多快樂 主啊 你的 我不敢想想 你是怎麼 你有多豪華 你是吃什麼啊 或許我在地上 沒機會去環遊世界 主說什麼 哎呀沒關係啦 沒有環遊世界 我帶你環遊宇宙 哎呀或許 我沒機會到白老會 到紐約白老會去聽 看那歌劇 上帝說哎呀那有什麼好看 來來來來 我帶你來看 你看天劇 他那裡有多少演員 上帝就跟我說我的陣容才大 五十萬天使演給你看 好久我在地上沒機會吃和牛 現在很多機會了 上帝說哎呀那和牛怎麼好吃 我給你吃天牛 私房菜 天后姐妹 說真的這才是我們 這也才是神要給我們 你知道地上有當然很好 但是地上就算是沒有 也不是最嚴重啊 是不是 因為都會過去 但是如果天上沒有 那才嚴重 我再講一遍 天后姐妹你不要搞錯 地上沒有 說真的不嚴重就像我剛才講的 沒機會環遊世界有什麼關係 將來上帝要帶我游室 游宇宙 這地上什麼 暫時的 沒有 有很好 就算最壞 沒有 也不是最嚴重 但是如果沒有來世的才是 真正的非常非常嚴重 弟兄姊妹今天牧師在這裡 只有一個 你確定 將來那天你是站在這裡 上帝擁抱你 你做夏凱纳靈良塔的 弟兄姊妹 牧師第一個 就是要讓你有這幅圖畫在你的裡面 這才是你得到夏凱纳靈良塔最重要的原因 你不是來信個基督教做做礼拜 然後就好了 這才是牧師努力呐喊 盡一切所要的 我希望你人生的終局是這幅圖畫 所以耶穌在地上呼召人 這裡講到這四個人 他們本是打魚的 當然他們本來 像我們每一個人都本來都不是 都不是侍奉全職侍奉 我們本來都是工作仔 可是耶穌呼召他們 來跟從我 來跟從我 今天有沒有人聽到 主對你說 來跟從我 來跟從我 這裡說他們就立刻捨得我 跟從了耶穌 跟從耶穌 我們當中路的人 上帝真的呼召感動你 你要有回應 不要錯過了 不要錯過了 如果有人 你可以跟你的小組長 區長 或你的區目連坐 他們會幫助你 陪你一起祷告 走向這一段 不永康他高中的時候 有一次他爸爸問他說 你將來要做什麼 他就想我可以受很高的教育 得到所有的學會頭銜 然後他說 但是就算我賺了再多的錢 我想我死的那一天 一分錢也帶不走 所以不永康想得非常清楚 他說 是我可以賺 但是有一天 我一分錢都帶不走 所以他跟他的爸爸講 他說 我要用我這 會朽壞的手 做神不朽壞的工作 用我會朽壞的口 傳講不朽壞的福音 弟兄姊妹 這就是今天 我們所有的精益的所在 我覺得不永康講得太好 他終於逆出了 生命裡面最高 人生最高的價值 就是可以把朽壞的轉為 不朽壞的 把暫時的轉為 永恆的 把地上的轉為 天上的 真的是 這才是人生的大轉 我們地上你基成的再多 都是會朽壞的 你做的再大的事業 都是會朽壞的 只有在神的國的裡面 你才能夠轉變 把這朽壞的 太值得了 因為我們都是會朽壞的 但因著我們為天 神的國 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 朽壞的轉成不朽壞的 把我們這一生 短暫的能夠轉為 你在地上為人做工程師 會朽壞 可是你為上帝的國做工程師 是把你會朽壞的 變成不朽壞的 把暫時的變成永恆的 你在地上 你為很多產品做廣告 為那個明星做廣告 為那個水果 為那個做廣告很好 但是你為這些做廣告 會過去 但是你為耶穌做廣告 是把你會朽壞的口 能夠轉變成 傳講那會不朽壞的耶穌 弟兄姊妹 今天我們當中有沒有人 你願意把這個 神明這個轉 最後不用看 在讀聖經的時候 那裡很多的人民 他就在 神在意象裡 看到神 點著一個一個名字 然後 不用再問說 神啊 你的 為什麼你的手指頭 會點在那些名字的上面 神說 每次我停下來 就是在想 有誰願意為我 建造這 永恆的國度 今天我們當中有沒有人 你願意為神建造 永恆的國度 如果有回應 請你跟你的主長 曲目聯絡 教會今天在這裡公開呼召 我們需要牧羊拓指宣教 各樣的專業 管理行政的人才 在這裡特別 如果我們當中有人 你從事教育幼教 兒童教育或是 孩童的教育 教育非常需要 我們很快會建造隔壁的 只有一塊 我們建立一個教育大樓 我們會有最優質的幼兒園 我們需要這方面的專才 為上帝的國培育 下一代的精英 求主恩待 讓我們這一生 能夠為主 拜上 好不好 最後我們站起來 我們來唱這首詩歌 歌 renamed Solang 師父 禁止 信 接 信 起 禁止 斗 德 ierung 再次说 将自己献上 将自己 赏当作活鸡 神 贵中的亲密 让祂的丰富的恩典浇灌我们 最后这一刻的里面 让我们借着诗歌来到主的面前 再次说 将自己献上 将自己献上 主啊 我们都在这边 来到祢的面前 弟兄姊妹 祢要为什么而活 祢一生要怎么样投注 祢要为谁而活 接下去高举 高举双手 赞美祢我主 全心全能 都给祢也是 一生意 活出荣耀的故障 勇敢地想着飘喊 只在这高举双手 高举双手 又怎么像上帝阳心的脸来 跟神说主啊 我的全能全心都是祢 我们一生只有一件事 我们一生只有一件事 活出祢荣耀的护双 再一次说高举双手 高举双手 高举双手 阿们 阿们 全心全能 都给祢也是 一生也活出荣耀的护双 一生也活出荣耀的护双 勇敢地想着飘喊 我们同一生开口祷告 每一位开口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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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开口祷告 你今天看到的见证听到的 有什么你想要跟神说的吗 只有姊妹回应上帝 我们都这一生 你要怎么的活呢 要跟神说主啊 我愿意 我要把会朽坏的转变 成为不朽坏的 把这暂时的转换成永恒的 我们一生都在努力 祢在为什么付出呢 主答应我们有今世和来世的应许 今世和来世的得着和奖赏 有姊妹转换 或许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全职 但是每一个人都要回应耶稣的呼召 你在为什么而活呢 有谁为一位一位永恒的国度来活呢 你的人生要什么 你要做人的工程师 世界的工程师 还是要做上帝的工程师 永恒国度的工程师呢 你要为世界做广告 还是要为耶稣做广告呢 你确定的那一天见耶稣的时候 耶稣会抱着你说 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吗 这才是我们一生要要的 地上有感谢主 但是地上不是我们的追求 不是我们人生的目标 来世的才是我们的 这才是真正的重要的 在来世里面你要得什么 地上你已经得了很多了 在来世里面你可以得什么 阿 swift 蓬勿 好不好 最后一個祷告 这个教会需要很多的人的投入 不管是全职 或是做代职 做义工 我们需要宣教牧养拓制的人 我们有很多的福音中心店 都需要有人去 我们在全省有几十个 这个社区老人的关怀中心 长照中心 每一个中心都是我们的福音据点 每一个长照点 都是我们需要有同胞母能够排除 所以有人如果你愿意服事 做一个来做牧养 你说我不会教会会训练你 只要你愿意 我们玉礼有一群人在那边 但是我们没有人去那边 有没有人 你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 可是你身体还很好 你说我去玉礼守五年 我去玉礼为上帝守五年 我们有好多的福音中心 我们的园林有福音中心 甚至我们有海外的福音中心 我们有没有人 说主啊 我愿意 我们需要管理的人才 专业的人才 各式 好不好 我为你自己祷告 如果你有这样的负担 你祷告主带领你前面 跨出去 如果你是没有 你也为教会需要这么多的人才 求主赏赐 好 让这个教会更有力量的 能够完成上帝的托付和旨意 我们同声开口 我们一起来祷告 噢 耶稣啊 我们交托在上帝的手中 主啊 谢谢祢 帮助我们 带领我们 主啊 一切都在耶稣基督的里面 我们向祢来祷告 我们向祢来呼喊 我们向祢来 主啊 都在祢的里面 我们谢谢祢 我们赞美祢 主啊 祢必赏赐 一切都在耶稣基督的里面 把我们自己交托在上帝的手中 让我们一生活出祢的护照 荣耀的护照 让我们为祢而活 保守今天祢的感动 继续的在我们的当中 继续的恩待我们 继续的感动我们 继续的对我们的心来说话 我们谢谢祢 我们赞美祢 我们赞美祢 今天祢的道 祢的话有能力的 继续的在我们的当中 我们感谢祢 阿里路亚 高举双手 赞美祢 我主 全心全人都为祢 耶稣 一生夜夜 活出荣耀的护照 勇敢地向着表达 最后一次来说高举 高举双手 赞美祢 耶稣 高举双手 赞美祢 耶稣 高举双手 赞美祢 耶稣 祢 主 我们谢谢祢 我们举举双手仰望祢 因为我们这一生 主啊 本来就是属祢的 我们今天愿意回应祢 主啊 地上不是我们的目标 不是我们人生的价值 祢答应我们 我们若会跟随祢 祢也比地上有今世和来世的应许 带领祢的儿女在今世 活得精彩丰盛 让我们在地上成为祢的见证 成为祢的荣耀 有一天我们到天上见祢的时候 祢要抱着我们说 祢这有忠心又良善的仆人 可以进来享受祢主人的快乐 谢谢我们的主 把祢的信息继续放在我们的里面 感动我们的心 让我们继续跟随在祢的感动 在祢的护照的里面 谢谢主 但愿我主耶稣就恩惠天父的慈爱 圣灵的交通感动与我们终人同在 从今世之道永远一起说 阿们 爱手荣耀归给我们的主 我们每周都会更新信息主题 也邀请您一起参加实体或线上的聚会 聚会的时间地点 请上夏凯纳凌凉堂官网查询 夏凯纳凌凉堂祝您平安喜乐 明天宗凯凉华